以上的所有的没有 只要是进步为市 中关 他们所谓的失业跟失业是什么 都是业啦 失业也好 失业也好都是业的话呢 业一定是一个新事啦 没有一个不是业 而不是新事的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我说 只是一个行动来讲的话呢 应该不会说 业是可以增长广大啊 因为如果你的业 只是这个行动啊 你这个怎么会增长广大啊 它没办法增长广大 我做的 比如说假设我是拍手的这个业 我拍手之后呢 假设这是生业的话呢 它怎么会增长广大啊 它不会再增长广大啊 对不对 我说如果这样子 可是我们说业是会增长广大的话呢 不再指这个嘛 比如说我这个 在讲说什么 比如说我做善事情的拍手 比如说我看到大家快要被 车子撞到啊 或者什么 我这样子来讲 这变成一个善业了 可是如果我说什么 我是说好像要 辱骂一些人说 喂喂喂喂 这样子来讲的话呢 这是变成一个恶业的 有一种是说什么 没事 没事这样 这样拍手的话呢 是无忌的嘛 可是这个善业来讲 恶业好 有可能还会增长啊 那如果增长的话 应该跟我这个业早就 没有相关连性了 所以这会有他的相违背的时候呢 那我们这边 为什么上不派就是说 所谓的施以业来讲的话 也不是这个行为来讲了 这是说在这个行为发生的时候呢 内心还有一个思念 有一个作意 这才叫施以业了 而施业是什么呢 就是还没有付出 还没有照做这个时候 他在去施的时候呢 这才叫施业了 所以我们刚刚讲是不是 意上面的 意上的作业呢 或者所谓的施业 跟施以业来讲 就是一件事情的 意上的施业跟施以业 只有在什么可以这样的分呢 是说 生业跟与业的施业跟施以业 生跟与上面 好 因为我们上次 为什么会提到这个来讲的时候 因为我常常被问到这个 在广论的讲到 普教赐地广论里面讲到说 十黑夜 跟十白夜的时候呢 常常没有办法分出 所谓的这边所谓的 业及业道 来讲 这个来讲的话 在哪里呢 我们 因为我们的业数不一样 我看藏文跟大家讲 我的科判来讲的话呢 大家如果想要回去 找的话呢 是说什么的话 我们在找的是 这个地方来讲 主要是来讲说什么的话 是在讲说 是 意乐 家行 圆满的这个地方 他在讲到说什么呢 他在讲到说 后面的 在意上的 是 意乐 家行 圆满 是什么 后面他会讲到说 业跟业道分为四句 他一般人很难 去解释 或者从来 我被问过很多次 至少 至少十遍 以上说 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来讲的话 他不是说 所有的业跟业道 不是来讲 广大的业跟业道 他在讲说 在十黑夜 或者我们十黑夜的当中 什么是业 什么是业道 这样子来分的话呢 这边来讲 这个使者里面来讲 以这个来讲的话呢 是业 但不是业道来讲的是说什么呢 我们说 哪些来讲的话是说 前面 比如说我要说 我要在雨上面 我想要去做这样子的雨夜 我想要去做这样子的深夜 等这样子的这个 在义乐的这个时候呢 那样的意识 那样子的想法 那种思念呢 是什么呢 这讲说是一夜 但不是业道 为什么是业 不是业道呢 因为他说 他只有是说 我在意念上面想说 我要去照做嘛 还没有实际上说 也不是我们所要 这个意识所要进入 所要去照做的这个事情呢 所以他不是业道嘛 没有一直这个业而去照做 所以这个以上的 是说什么是业 但不是业道 它只是一个思念嘛 我未来我与 或者我深山要去做这个的 那个时候呢 这个是所谓的 因为在广论这边来讲 他只是说什么 从始终 思为业 而非业道嘛 他只有这样讲 这个思是什么呢 讲说 在十黑夜当中 去思为要去照做 深山与世 那个阶段的思念呢 思呢 就是所谓的业 但不是所谓的业道 而深山与世 等七则来讲的话呢 这个时候 所要 照做的 这深山与世 应该说深山与世的业嘛 这个深的照做的业呢 又是业 又是业道 为什么又是业呢 也是业道呢 因为为什么是业 因为它是我们意识 刚刚跟他讲 那时候照做行为的时候 那个失念嘛 那个作义嘛 所以它是业 他为什么呢 也是我们在 刚刚在作义 动机的时候 还只有在失业的时候呢 他之后要进入 要去趋入 要做 因为我想说 我要施的去 在施的时候 我还没有说 我要去配合动作 去做的时候呢 他也是我们要 趋入 进入的这个地方嘛 所以他也是业 也是业道了嘛 而 是业道 但不是业的呢 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逸山的 为什么它逸山呢 因为逸山 所谓的 欲望 我们简单来讲 就贪 撑 或者邪见来讲的话呢 这不是业 因为它不是失的 它只是 我们这个业 所想要去造作的东西嘛 我刚刚在 还在作念的时候 它想要进入的时候 所以这个逸山 是什么呢 它是业道 但不是业了嘛 是业道 不是业了 而完全不是业 也不是业道 那太多了 我桌上这个书 不是业 也不是业道了 所以在以这个 使者当中来讲的话呢 它是可以分出 所谓的业跟业道嘛 业跟业道 简单来讲 我们再几句来讲 再一次说一次 就是说 是业不是业道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说 想要去造作 深山与世 那时候的这个业呢 想要做还没有造作呢 这是说什么 这是说是业 但不是业道 而是业道不是业的时候 又是业道不是业的时候 什么是 异山嘛 异山 但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贪心 称心 邪见 都不是业啊 它不是那个私心所啊 所以它不是业嘛 像我刚刚 为什么我要提到 我说业跟烦恼 虽然两者都是吉利 但它是相违的啦 没有一个又即是业 又即是烦恼的这种东西 它是相违背的时候呢 好像 这些所谓的异山 它是业道 但它不是业 那业跟业道 两者阶是什么 就是深山 雨室 在造作时候的那个业嘛 因为那时候我们 也是一种业 也是那时候我们在 作业的时候 我说我未来要造作的时候 那也是它所要趋入的 进入的这个地方 和业跟业道 两者阶不是那太多了 就是所谓的四句型 这叫业跟业道 是四句的 一般是这样子 看这个是我们在哪里 是在与 普提道次第广论的 十黑夜 十白夜这边来讲 那就是业跟业道四句 请教个下 就是说 你可以对业道 这个词 它的内涵是什么 业道的含义 是说什么的话呢 是 我们用比较白话来说 在业所思维 进去的途径 业所要趋入的途径 业所要趋入的途径的时候 是什么 就是说 我可以用身上去做也好 雨上做也好 意上做也好 这是我在坐意 我在动机的阶段 动机的阶段之前 而业道是说什么呢 是我已经依着这个动机 而去所要趋入 所要进入那个途径的 我要用这个方法 不管是雨上面的也好 身上面来讲也好 意上面来讲也好的话呢 就所谓叫业道了 它依靠的途径 但这个来讲的话 意三它也有啊 就是所谓的成心 贪心 邪见 就是它坐意而进去用的途径 而在 身三 雨四 它说又是业 又是业道的话呢 大家一般来讲 会认为说是 身体出来的三种行为 雨上面做出来四种行为 不是 它是就是 那个时候的坐意了 那个时候的坐意之后 我在真实去照做的时候呢 这是我 我的 还没有在照做这个时候 我在正在照做这个业的时候 那个动机 所要推施我去 照做的这个 才会有升起这个坐意吗 所以那个时候所谓的身三 雨四 是代表那个时候 与它同时 我身体在坐的时候 同一时候有一种丝 有一个丝心所的话呢 这叫业啦 这叫所谓的丝一业 生三跟雨四的 那时候的这个丝一业呢 是我们 这边所说的 又是业 又是业道 如果业道来讲的话 就等于说 有一点是像什么 就是说我们所谓的 丝一业的一样啦 所谓的丝业 跟丝一业的意思是说什么 就是丝业是 它还没有付出于行为嘛 它只是在内心上面 或者盘算着 或者丝 在这个时候 就会有一个业产生 这叫丝业 丝一业是什么 是实际依着这个丝 而再去照做 那个时候照做的时候的 那个丝呢 那个时候的业呢 那是什么叫丝一业啦 所以就是说 异三不是业 是业道 因为它是烦恼的关系 所以它不是业 可以这么说吗 如果它是烦恼 它一定不是业 它一定是这个 一定是这样 可是不是说因为 它是烦恼 它就是业道 又过了一点了 因为不是它是烦恼 它就是业道 你看嘛 我是不是说 我们在 藏王这边 它不是简简单的 但是说它是贪心 它是成心 它是 就是斜贱而已 它是在黑的斜贱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都是 盘转而出来的 它只要先有贪心 才会有欲望了 它只要先有成心 才会再有想要报复的 这先有一种 颠倒的因素 它才会认为说 完全一切是斜的 就是说 没有的 它是 好像更进一步的 它是由 施违的 而再进去的 就是所谓的 施跟施矣的 已经施违 而去再推迟的 可是当然 你刚刚所说的 如果是所谓的 贪心 贪心 无名的话 一定不是业的话 一定 对 就是它是这样子 它是 凡是烦恼 一定不是业了 这两个是 完全不同的 新说 那同样也要想到说 那它也要推 另外推手 就说 不是说业 一定就是不好的 或者业就一定是轮回的业 那又就是 只是某一种 业不一定是基地 有是基地的业 但若是业不一定是基地 纵使是佛 它心绪当中 每一刹那 每一刹那 也都在生起业 因为它有在做 有在动念 有在思维 有在思维 凡事就是有业了 同样我们的眼视 眼视也都是有业的 也有感受 也有业 它就是那种说 那个动作 因为它有那个动作 有那个 我们所谓的 是不是我们说 有一个行为 有一个作用的时候呢 任何的心事 都会有它的业心 或我们讲 私心所得 这才是所谓的 我们所谓叫业 业业 而不是说 我造作这个行为 这个行为就是业了 说实话的话 我们会累积业 业会增长 业会 你知道说 它不造不会玉 等等的 不是说我造不造 这个行为来做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我说在山洞里面的 所有的修行者 不应该没有一个获得 因为他也没有布施 也没有忍辱 等等 所谓的立众生来讲的话呢 实际上他立众生 最好的是他们 他们在做异的 去做来讲 他造作这个业 可是 他没有办法实际的 这个动作 他没有做出来 可是他的 这个舍心 是培养到无量无边的 同样 我们会说 这个东西是业 或者我们这个行为是业 是说我在这个同时间 有一个 他的助办 或者跟随他的 那个是业心所 而我再把它取名说 外在这个东西叫业 它累积业 累积业的关键 不在于说 这个动作 它是在那个时候的 作意的行为 才是重要的 所以才会也说 为什么可以说 我刚刚说 如果你看这样子 不会增长广大吗 这个心 以自己累积 它可以增长广大 你记忆照而不会坏灭 什么等等等等 这个我们在 看的科判里面的话 它的成立是这样子的原因 谢谢格西拉 解除我们今天来的 一个很大的疑惑 这样子 谢谢 那可以再问里面 课本上的一个问题 就是 保性论里面 就是91页这边 然后就是 它提到说 如病为所知 病因所断 乐住所得 药为所医 其实这个就是苦极灭道 比较不懂的就是说 第三个 乐住所得 它这样的一个文字 可以帮忙再解释一下 乐住所得 乐住所得的话 是说什么的话呢 乐住所得 乐住 乐住所 是一个东西 乐住所是我们要所得到的 乐住所是我们要得到的 药是我们要所医治的 我们所谓是说 苦是 是不是大家还记得以前讲说 在四地法轮 它是说有分本质作用而生出来的果 它是分这个 前面它是说 苦 此是苦地 此是极地 此是灭地 此是道地 苦因之 己因端 灭因正 道因修 它是这个意思吗 灭是因正 道是因修吗 正的是获得的意思吗 所以它这个灭地就等于说跟什么一样呢 跟这个乐住所 获得了 这个为什么讲乐住所呢 因为前面讲说 苦是什么呢 苦就是这个病嘛 也是这个苦 那极是什么呢 就是苦的因嘛 乐住所是什么呢 是可以脱离这个苦跟苦 跟苦的因的地方叫什么呢 就叫安乐的 安稳的住所了 叫乐住所 安稳的安乐的住所 是我们乐住所应得嘛 还乐住所应得 这是要获得的 在于内心当思维说 那好 我先认识了苦 那如果认识这个苦的时候呢 要再去认识说 那苦是不是生出来的吗 还是它是无因而生的 如果是无因而生的话呢 那就没救了嘛 它就是这样子 它是由因而生的 那如果它是由因而生的话呢 是不是代表说这个应该是可以断出的 只要有一个东西来阻碍它 像我们一般举的例子说什么 我们在证明说有灭地的时候是说什么 就像说我依着寒冷而会生出鸡皮疙瘩 这个鸡皮疙瘩呢 这种生出来的鸡皮疙瘩呢 是如果要断对着它的阴的话 它会马上消灭 它是可以再也不生奇的 对不对 因为我只要有我在热的地方 比如说我在台湾 我很少会这样子冷到说 我要骑鸡皮疙瘩 因为我们天气就已经死 我不会让我这样骑鸡皮疙瘩 可是 这是代表说什么呢 因为这个热的天气 危害到它的鸡皮疙瘩的根本的因是冷吗 冷处 冷处这个不会危害到的话呢 是不是它的后果 这个 由这个冷而鸡皮疙瘩会消灭 或者不再生奇了 一样就可以了解的话 一样 同样 有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去除掉 刚刚所说的极地的烦恼 跟极地的业呢 那极地的业 只要有烦恼 它就一定会有这个极地的业而产生了 在极地的烦恼还在运转的时候 我们使它被它控制的时候 这极地业 它自然而然就会跟着而有了 那关键是什么呢 这个烦恼能不能断啊 如果我们都知道说 好 我希望我会得一个 断出烦恼的果味 不要再被烦恼所逼啊 不要再这样子的话呢 那有没有方法呢 有啊 那也是依的一个道了 所以它说 热注所是所证的 而药是要所依的 我们是依着这个药呢 而去获得了那个热注所 就是这个热的意思是说什么 是安稳 安稳于什么呢 脱离苦跟苦之因 对 好 好 想请问一下 刚才有提到说 我只是在极地里面 就是煩惱疾跟業績以外的 那想請問一下說 這個我只是指普特邪羅我之嗎 它是指普特邪羅我之 以現在的 以目前的 我們現在也是 因為是依著私子賢大師 來去做解釋 現關專案論的話 它是我們說 一直說 它是隨於邪行的 秩序派來講的話呢 這邊所說的 隨煩惱的 見或者說無明 或者是聰明所說的 我們用極地來講的話 就是業煩惱以外的 這種的無明 因為它要總設在極地嘛 它要總設在極地的話呢 它一定是總設在 輪迴的因裡面的 它輪迴的因裡面是什麼 只有無明我之才會有 因為我們想說 後面去從這個四地 如果去配合了 十二因緣饗的話呢 它是不是出無明 第二行業 第三世 就講說這個出無明了 這個出無明的話來講的話 什麼是一定是所謂的 在這邊來講 普特丘羅我之 它還沒有講說 這個更細微的 這種法我之 還沒有講到 因為它現在只是在講說 我們要去 如何去 應該說 如何流轉於輪迴 跟如何去斷除輪迴的 所以它這邊只是講說 輪迴的因 而沒有講到說 那個輪迴的背後的推死了 輪迴的背後推死呢 那還有法我之 可是現在一直講說 輪迴本身的直接的因 跟輪迴本身的現象是什麼 就是以極地來講的話 就是無明 業 而且煩惱這三個為主要的 謝謝 那想請問的是說 那普特丘羅我之 在這裡不是煩惱的原因 可以請格西亞幫我們講一下嗎 為什麼 因為普特丘羅我之 它為什麼不是煩惱的時候呢 因為普特丘羅我之 它可以分為很多不同種 普特丘羅我之 有是煩惱的 有是葉的 有是興亡的 有等等的話 都可以分的 因為我們這個後面 在心內學比較會講到的話呢 是什麼的話呢 比如說我講一個 我說筆度 或者我說現前是 或者說掩飾 掩飾來講的話呢 這很廣了 這涵蓋了 又涵蓋得到說 興亡 涵蓋到興索了 所以這個 那你說 因為掩飾它涵蓋了興亡跟興索呢 我說掩飾它是興亡還是興索呢 我說這是你太籠統的一個回答了 沒有辦法回答了 就像這樣子一樣呢 普特丘羅我之 或者我之來講的話呢 它有些是興亡的 有些是興索的 所以我們會說 因為 為什麼它不能是 我們不會說它是煩惱呢 因為煩惱是 興索裡面的一個 小部分的耳理 它是某一種作用的 為什麼 我們說它是一種 別別的 煩惱的話呢 不是 我們會好像誇大了說 煩惱的作用 煩惱的作用是什麼 特質是什麼 就是像 普特丘羅我之中講的說 它既已升起 在內心當中 使內心不安寧的 不平靜的 這個心索呢 我們叫煩惱 可是跟隨它而生 這個煩惱的生氣 有很多是 它的作用不是這個 它的作用是思維的 它的作用是 別的 想的 感受的 等等 也跟著這個煩惱 會一起來的時候呢 我們說 有一個顛倒的心事 周遭有什麼 也有煩惱 也有 也 也有感受 也有什麼的話呢 這些 種子它們是同一群裡面當中呢 這些所謂的 受 想 行 也都不是這些煩惱 也都跟煩惱是別別的 所以我們為什麼說 葉跟煩惱是截然相違的時候呢 我舉個例子來講 譬如說我在 造作一個沙山的這個葉的時候呢 我實際上去造作這個沙山的葉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呢 我是也有煩惱也有造葉 同一個時間有葉也有煩惱 有煩惱是什麼呢 是我那個殺心 我那個殺心呢 就是我在造作的 這個時候所謂的煩惱了 因為它是個稱心嘛 這個殺心是一種稱心的話呢 這是所謂它的煩惱了 那個葉是什麼呢 是我在這個時候 我在造作這個行為的時候 在作意說 我要殺 我去殺 或者我那個作意說 我正在殺那個等等呢 那是所謂的葉了 所以這兩個是不是 完全不一樣 可是在同一個時間 我是不是有生起兩者嗎 我在一個殺心的這個時候 這個殺心的周遭 就有它的葉 也有它的煩惱 可是這兩個是完全不一樣的 或者我們以後 一般我在解釋心說